果然真正爱你的人会自动对追求者保持距离呀 小董因为和问姐相似的经历 渐渐走到了一起 虽然过程波折了一些 但不影响她在问姐面前做最热情的追求寻找 我想跟问姐出来 哎呦 那你出来了 谢谢问姐帮我实现了 我小小的愿望 那天想问姐问你问你问你 然后结果怕问姐就出现了 真的呀 这嘴真的抹了蜜吧 并且小董在甜言蜜语的同时 也不忘给问姐安全感 那你好厉害 猫子吃这么多 有点喜欢吃以后赚钱了咱们开一下 对吧 什么什么 信息量很大 就是要结婚了吗 当然小董给问姐的安全感 绝不仅仅停留在眼上 哪怕是被安排到跟别的女嘉宾约会 她也会用行动表明自己的心意 什么呀 刚好玩的 对呀 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什么呀 知道是我 可能不知道是你 为什么呀 就有点甜 听到我说话了是吗 我 你怎么还不走 我今天不知道吗 啊 哎呦 这也太宁人了点吧 但小董却喘一局的不满足 说问姐还要跟问姐报备 走了问姐 问姐没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要嘱咐 都明确了这人无关系 送你们走 哎呦 扶你吧 我们一起来我都不想睡了 问你 送出门去了 看问姐这淡定的样子就知道 小黄不是给她的安全感有多足了 果然小董也没有辜负她的信件 跟亲亲的约会也没有丝毫暧昧 怎么做 不知道 怎么做 随便坐啦 那你坐那边吗 不是 别纠结了 我不要这么纠结 所以你选好了 好吧 这把对方安排得平平拜拜的样子 到我几分 问姐真传了 果然相爱的人就是会越来越像的呀 约会过程中小董也完全是身在淘淫心在汗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是是是 处女也复杂 很复杂 刘妹也是处女做 我觉得你们用心这个也能做得特别好 那我可用心 但可能是小董摆来的行为过于明显 反而引起了亲亲的注意 这样看着睫毛很长呀 天哪 睫毛还长还翘大 他像你那种 Oh my god 他还没察觉到是吗 他就没往那边看 不要说我我就走了 全程他是透明人 亲亲这真是大写的迷惑行为了 不过小董对于他的主动示好 没有丝毫动摇 已经只有问解 然而他的劫难并没有结束 换饭的时候他有瓶瓶沸Q 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 可能某一个女生 因为身上有款 让你闻得特别舒服的味道 就是会让你觉得 你会对他留意 对 我说味道很重要 泡人 嗯 爱好体育的 应该不太在意香气 小董就像每一个上课奏时 被老师同人点名的学生 一样十分茫然 但亲亲去跟他的答案 并不在意 自顾自的继续提问 你会选择你喜欢的 或者是说 你会选择那个对你好 就是默认了自己是其中一个 会因为觉得跟他相处着比较舒服 让你比较安心的这个人在一起 而你放弃 你可能心里面觉得你很喜欢的那个 这问题很难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 这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成立 这波自信发言 让小董尬的脚趾抓地 但他还是委婉地给出了真相 是如果这个女生 让你觉得她很爱运动 她在你心里是加分的 她加分 对对对 就好比说你对香味的这个 是加分的一样 因为运动这个 可能是我一辈子离不开的 不光是因为我是运动员 我才是喜欢运动 融在炫月里面 就是喜欢运动的 救命那小董尬真的还是在约会啊 这分明是在杜劫吧